欢迎收看亚洲财经新闻 2010年7月8日澳洲股市报告 澳洲股市今晨出现五个星期以来最大涨幅 隔夜美国道琼斯指数突破1万点 同时大宗商品价格走高 使澳洲股市周四开盘上扬超过2% 材料、金融和能源股表现强劲 经济动态方面 澳洲统计局今天发布6月份的失业数据 下面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新闻 澳洲矿业公司Cocatoo Co 已经与电力企业韩国电力公司 和韩国钢铁制造企业蒲香制铁联手收购 英国采矿企业英美资源公司的五个矿场 Cocatoo已经签订一份有条件协议 收购英美资源公司在昆士兰的三个项目中的股权 以及在新南威尔市的两个项目的各30%的股权 这笔交易的总对价将达5.8亿澳元 在总收购价格中 Cocatoo支付的资金部分为1.055亿澳元 Cocatoo在声明中称 普向以每股0.467澳元的价格 认购了价值2150万澳元的Cocatoo股票 这笔资金将用于公司收购新南威尔市的Southern Forest项目30%的权益 Blue Energy已经同意韩国燃气公司的要求 将转租选择权的期限延长8个月至2011年2月28日 韩国燃气公司要求延长转租选择权的原因是 最近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 以及与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期间 发生的几起洪涝事件相关的勘探延误 Blue Energy表示 公司致力于与韩国燃气公司之间的战略合作 以同意此项要求 Centrax Metals表示 该公司与武汉钢铁的磁铁矿合资公司已经资金到位 Centrax把南澳埃尔半岛的五个勘探许可牌照中 60%的铁矿石开采权转让给了武钢 武钢已经向Centrax支付5150万澳元 作为购买这些铁矿石矿权的首期费用 并向合资公司的勘探账户投入5000万澳元 作为开始勘探作业的首期费用 两家公司计划未来4到5年内 在该半岛上开发两个年产500万吨铁矿石的项目 以上新闻由ABN Newswire莫妮卡洋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